我们知道菲律宾总统特使裴瑞兹到了台湾 却没能见上渔民家属一面 就匆匆的返回了菲律宾 从总统府的发言人也说了 他们说台湾寄出的旅游警示 其实是让双边受害 而菲律宾当地的各大报 也已定的篇幅谈到了非劳问题 他们说不希望台湾拿这个当作谈判的筹码 短短一天又从台湾赶回菲律宾 总统特使裴瑞兹对于此行结果显然不满意 连谈都没得谈裴瑞兹很失望 总统府方面对于台湾发出的旅游警示制裁 也觉得这会是双边受害 另外府方也再次富裕 别让事件波及在台飞老 事件发展至今一个星期 就在周三我国对飞做出制裁之后 当地媒体都以显著的蝙蝠做出报道 几乎各大报都出及了菲律宾劳工的问题 提到了希望台湾别用非国劳工的权益来当作谈判筹码 只是对台湾而言此时此刻既然已经制出制裁 如果非国没有进一步表示 恐怕台湾方面也不会主动收回制裁 以上是中市记者李景华欧赖荣 在菲律宾玛尼拉的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